至于这个关系到台塑创办人王永庆遗产的王家认清案 今天最高法院开庭辩论 一审二审都胜诉的罗文元开庭前呢 是淡淡的表示说感谢外界的关心 不过王家的二房还有三房子女不服上诉 今天是再度大打了亲情牌 都来表示说王永庆生前呢 从来没有提过这个罗文元三姐弟 父亲的心意就是要三个人保持现状 穿着西装表情有些严肃 气质和神韵都和台塑创办人王永庆 有些相似 他是王永庆四房儿子罗文元 为了和王家认组归宗诉讼一打 就是四年多 由衷感谢 谢谢 曾被收养过的罗文元切断和养父 罗景奇的亲子关系 在提出身父死后认领的官司 一二审都胜诉 如果维持胜诉判决 确定分产成功 罗文元三姐弟每个人至少可个别分得 王永庆国内遗产九亿多元 不过王家二房三房不服提出上诉 97年10月的时候过世了 我才第一次听到罗文元先生他们三个人 那罗景奇先生照顾他们三个人 超过50年之久 是不是我们更加应该要敢预 对外狂打亲情牌 王永庆女儿王贵云说 直到父亲过世 才第一次听到罗文元姐弟这些人 所以我觉得我父亲的心意 我非常的清 应该是非常的清楚 他们是要他们三个人 保持现在严状 指对方该保持现状 王贵云和王雪凌在律师团陪伴下 一起出席辩论庭 双方在最高院展开攻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